哈喽大家好我是醉影欢迎大家来到圈荒林尔凤云在一起207版的实况 就这里说这一场的比赛来自于镇天城和愤怒 来愤怒开场选出草体精这个草体精是镇天城 非常会用的一个角色会用他肯定就会打 呃这都是相对的重队前线重队开bc 但是愤怒也不是好惹的 我不是一个擅长哦 落地胜了取消大折替因为他的技术是非常强的 在原版的时候 在玩原版的时候也是平台霸主啊 接着来看下一局 现在转型到2017版本以后 哇他更强了 接着看对面的莉安娜 哦荒谣手机凹一下子 但占天城 现在他能撼动占天城2017版霸主地位吗 就看这局谁才是最强的 前线重队七速该上天 好了没有连住 莉安娜快速闪身 他会不会开一个隐藏 这我们不得而知 草亭这个跑跑有点厉害 哦压着子 莉安娜再打呀 七速该上天 臭杀大蛇体上了 胜头取消开bc胜头取消再连一次 节奏掌握得非常棒 胜头取消超沙大蛇体 我们来看荒谣在肩 哎呀 真的是用出了207版草亭的精髓啊 接着来看第三局吧 第三局接着看占天城的克里斯 看克里斯这局 哦啊 克里斯开场就进行个防御 并不能怼到 草亭跑跑 选择机会跳中头压制 压制去神 但是被抢 抢下来之后跳地 能不能封住 滑铲bc开了 滑铲bc 连续bc取消 中了克里斯这一招 草亭不死也残 最后一次大招 来看两次大招 这个克里斯两次大招 也是占天城 哇占天城 刚刚说是占天城拿出好戏 没想到这就被连了 起石子改超杀大蛇体 血量不多 幸亏不在角落 隐藏变身 啊变身都被废了 生龙啊 直接被穿了啊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 这一局有点太暴力了啊 下一局看占天城 能不能成功复仇 我们来看这一局精彩对战 这一局战天城 是谁要选择人物 是没蛋 这一次金家帆 有力还有红丸 啊双方还是问号选人 愤怒哥呢 愤怒哥的 红丸对红丸 第一场就是强行引钢 空走 我们跳起来被踢 红丸还是跑跑 选招机会 红丸跳地 请对选择马斯 开PC选择马斯 选择马斯再来一次 我们选择马斯继续 哇 几段选择马斯之后 接雷光拳 这个伤害就很伤了 战天城 难道说真的不行了吗 他究竟是怎么了 他有点迷茫啊 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战天城的游里 看这个皮酷游里 进攻 哇 清靠点PC 闪到背后跳一下 开PC之后循环 循环之后没有跟上 看来是紧张了 火烟的选择马斯又来了 这个吸血 吸血般的旋徉择马斯啊 哎呀 雷光拳带一下 优利真的是没有任何优处 这个招式还有硬直 还是被投了 再投一次 心态要炸 一波闪闪跳逆向 循环过来开PC 胜了取消 对手再来一发 轰完头 没办法啊 今天真的要被干服了吗 接着看第三局 第三局是战天城的金家帆 看金家帆这局怎么玩 今天跑跑 抢CD 好 红完呢 哎 红完快速又偷了一个下机脚 开PC 选择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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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超杀了一光拳 带入 一点点血了 金家帆 能不能翻盘 好的 雪佛的拔起脚 可以翻盘 希望战天城的不要失误 不要失误 呃 他没有失误 他成功接了个隐藏 结束了 那么接着看下一局 第四局啊 第四局是愤怒哥 他的玛丽 看玛丽这局到底该怎么玩 呃 开场中BC 选择马斯没有连住 也是跑跑选择机会 夏天没有点到选择马斯 金家帆又来了一套 开PC 选择马斯 选择马斯 飞燕斩取消 看飞燕斩 对必杀 板边循环 空中 选择腿空中 再入必杀技 漂亮 必杀之后霸气脚 落地跳 压起身 隐藏技再吸一下 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好的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愤怒哥的 最后一个角色了 难道说真的要被反三 好像以K4的性格 没有那么容易被反三呀 因为K4也是非常极限的一个角色 跳逆枪 开PC 板边循环 接避杀 就这样被拿下 大家来一部关注 每天更新鲜的这段视频 将 roz实 passes 请不吝点赞onds 别忘了 看到云 听 幻影 我们不想这单